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贴墙深磁砖西工程序的重点 承建商要成交各种材料的互相配合认同书 要确定打底有最少两周的收缩稳定期和没有空洞 要确定所有贴砖款式、留孔位和收口的墨线以清晰齐备 贴砖前一天要先浇水 贴砖当天要再次浇水 水泥砂浆要按正确比例混合和注意时效 要按照生产商指示使用白胶浆和包装材料 除了要在墙上磨底层灰之外 瓷砖底部也要涂上薄浆 要用胶片或是特制的十字形砖缝架来控制砖缝宽度 最好把瓷砖的切口暗藏于不显眼的阴角位置 贴砖时要确定墙上的底层灰是保持湿润状态 要确定瓷砖是粘贴在墙深打底上面才可以清洗砖面和砖缝 贴完最后两周之后要进行一次地毯式检查 贴面积大的地方约每十平方米的位置要预留伸缩缝 伸缩缝的宽度要最少有6mm 还有深置混凝土表面来填塞缝材料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理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